教育法第25條的規範 我們必須要做重新的檢視 因為按照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條第7款的規定 針對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定義 他指的是說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一方為 學校的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 他方為學生者 就是說他受害者是學生 但是加害者有可能是學校的校長、教師、職員、工友等 也有可能是學生 所以針對校園的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事件 我想層出不窮 校園的安全是我們最重視的地方 如果不能提供給學童一個校園安全的環境 不僅沒有辦法安心的求學 家長也會非常的不放心 所以我們有必要讓這個所謂的狼師 或者 對過去性侵害或者是性騷擾 性霸凌有前科的 相關的人士都能夠杜絕於校園之外 所以我們也 衡量到從 犯罪學的角度 性侵害、性霸凌或性騷擾的 這個犯罪者 通常在犯的行為 非常的普遍 非常的頻繁 所以我們認為 如果以現行的法律條文 25條 現行的法律條文規範 只有針對這個性霸凌的加害者 或者性騷擾、性侵害的加害者 除以 道歉 或者是 接受性貧教育相關課程 我覺得 我們覺得 這種的 處罰 不具有嚇阻性 所以 我們認為 應該要針對 有可能加害一方 為校長 教師 或者是職員 或者是工友 這些人都是學生 在校園 裡面 最信賴的人 最親近的人 通常對 最信賴的人 最親近的人 如果受到 這些人的 加害 或受到這些人的這個性侵害或性招牢 會造成 疑似 或者一輩子的這個陰影 對他人生會造成很大的這個不可 不可恢復性的傷害 所以我們認為 這個部分 應該要加強 對處分的規範 所以我們提案 針對 禁別平等教育法第25條 針對校長 職員 教師 工友 等 校園裡面 非學生的加害人 應該要 增加 這個所謂的 申戒 記過 解聘 停聘 不續聘 等 行政作為 來嚇阻 他們這個 犯罪的動機跟行為 那另外因為考量到這個 加害人有可能是校園裡面的學生 也就是 犯罪一樣他是學生 加害學生的狀況 這部分 我們 在條文上面我們會 增加 以其他適當之懲處 來做一個規範 萬一一樣他是學生作為 加害者的時候 我們以 其他適當之 懲處 作為一個 相關 犯罪行為的規範 所以 本席特別針對 25條 跟委員會做一個 完整的說明跟報告 希望 25條 能夠順利在今天的主案審查的時候 能夠順利修正通過 謝謝 邱文貴